今晚的月亮好亮 现在是晚上十二点半 你看月亮照得到处都可亮 Lucky这会儿要下来上厕所 我没有办法我只能陪着他 Lucky 你要完了没 快回家啦 不回来 这个公园停车场现在就只有我一辆车 在这儿好黑 我发现路边还有一个大货车 但是可能看不清 赶紧把他叫回来 我要上车了 这家伙 卖着小碎布回来了 快点快点 好冷啊 晚上冷得很 你不知道吗 快赶紧赶紧上车了 快走快走 快回家 好冷好冷啊 快 快点上车 上去 上去 哎哟 看看现在的温度 车里是19.9 你看 我这比较慢 已经十二点半了 睡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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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搞着搞着又搞到中午十二点了 刚才 刚吃完饭 说准备收拾收拾准备走 还没收拾呢 来了一位当地的粉丝大姐 哎呀好热情 谢谢这位大姐 给我带的 你看 又带的水果 还带了凉桶水 然后我们聊了一会儿 妙妙呀 还有Lucky小豆芽 都可喜欢这位大姐了 嗯 其实我在根河的时候 也有一位粉丝朋友 是 就是在他们家楼上 就能看到我的车 呃那天说是 让我去他们家 但是我没有去 因为 大家都知道 我不太喜欢打扰别人 也非常感谢这个 根河的这位大姐 谢谢这些粉丝朋友 对我的喜爱和关注 现在我收拾收拾 要去渣篮屯了 去渣篮屯还有二百多公里 全城国道的话 要四到五个小时 收拾收拾完 你看我这个 我这个马甲 它外边像是那种塑料似的 有脏的 一擦就好了 现在拉开下去溜一圈吧 刚才还下了会儿雪呢 这会儿 停了 而且天也晴了 准备出发 去吧 啊快去吧 去上厕所去吧 快去吧 快去吧 这是牙克什的喜贵图公园 今天天气可好了 啊 蓝天白云 哦 这天真好看 看 多好看 这天晴的时候 就适合出发 这天晴的时候 就适合出发 来 夜快速的 那要是 我 操 Senate 以后 之外 的 水 可以 地埃 像我那一种表情 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 我曾让你动心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勉强说出 你为我记住的每一封信 都是你离开的原因 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 国道301 不太好走 这个路不平 坑坑洼洼的 只有一段还可以 从昨天 从海拉尔出发以后 到现在 一直走的是国道301 颠得我 心都不好了 转过了许多美景 你看过了许多美女 你是在地图上 每一道短暂的光影 转入国道232以后 路况一下就好了 这路香是新修的 这个路还不错 还有两个多小时 到了就天黑了 但是今天不冷 越来越不冷了 现在是下午 一点半 天已经黑了一个小时了 我现在走的是国道232 这条路太难走了 坑坑洼洼的 我感觉就像是没修之前的根满公路 跟那个丙茶茶 不相上下 这是我走过最难走的一次夜路 我决定了 等会到了以后 我得整两倍 我得给自己整两倍压压经 敬自己两倍 太难走了 又是开了整整一天 这边这个垫子 让Lucky给我踩得好脏 他只要一车一开起来 他就很自觉地 坐在这块卡座上了 今天路上就停了一次 让他下来上了个厕所 然后我发现他拉肚子了 刚才一到 我就去药店给他买的核牌酸 吃一个 先吃一个看看效果 本来想的是 到了以后 好赖给自己整两倍 让自己安慰一下 但是没菜 然后我一到 我就 我好饿 旁边有一个重庆小面 我现在是在 吊桥 吊桥公园 扎兰屯的吊桥公园 旁边路边的一个停车场 我车后面就是一家重庆小面 我说好赖填饱肚子就行了 完了太饿 也没拍 他们家面真好吃 是真的好吃 要了一份肥肠的 15块钱 我觉得还挺好 现在呢 我要去洗澡了 已经四天没洗了 旁边就是个洗澡的地方 赶紧去洗澡 你别耽误了 人家九点关门 现在已经七点四十了 赶紧去了 小豆芽刚才被我打了一顿 我洗完澡回来 端着盆 然后一开门 他就给我往下冲 幸亏我腾出一只手 一把抓住了 然后我再打了一顿 咱们这是在路边的停车场 那车那路上来来往往的全是车 你要下去 多危险呀 然后刚才跟我发脾气 这小豆芽现在脾气越来越大 除了猫条 没有东西可以红住他 你又来了 又来了 又来了 小豆芽这次不让他了 小豆芽